自主小型风车实行运转 高中自然领域在108课纲实施后 学生得休息探究与实作 受疫情影响学校停课超过一个月 学生只能在家自己做 没和同学讨论没有老师直接回馈 李同学说有些东西靠想象不够完整 但因为规定7月中之前要上传成果 还是决定上传 自然实作受影响 有些小专题或是田野探究也无法进行 部分高中生感到焦虑 为此教育部宣布 这学期上传学习历程档案的实现 有原先的期末考后两周 至少延长到9月30号 对于想要补墙的学生而言 他有机会了 那对于我们想要给学生再多点指导 完整度的人也多一个机会了 因为延长之后 除非9月还不复课 如果9月是复课的 这个地方缺憾的地方是有机会补 比现在多出两个月 科部强学习历程档案内容 清明写等多个团体予以肯定 但也指出假若课程由代课老师 代理老师指导或即将退休的老师 8月后不一定会待在原校 到时内容该如何完成认证 恐眼神争议 这部分教育部应提出明确的指引 让各高中及早应变 云市新闻综合报道